召唤冰车僵尸 再召唤石头大军 给我踏平人类世界 顺便把地球上的奥特曼 也一起全部消灭 黑暗恐龙 你别太嚣张了 不然容易死得快 召唤赛罗奥特曼 就像一个赛罗奥特曼 还不配给我的僵尸挺斜 给我压变他们 兄弟们 查按点赞 为我们的赛罗奥特曼充能吧 什么 还有这种操作 哎呀呀 赛罗奥特曼好强啊 该怎么办好呢 召唤蹦极僵尸 给我抓走他 哎 我闪 吃我头标 想抓本大爷 你还走了两万年呢 我去 这么厉害 蹦极僵尸 给我一起上 全屏攻击 看你这次还能往哪里跑 不好赛罗 快回来 呃 刚才发生了什么 蹦极僵尸 给我一起上 全屏攻击 看你这次还能往哪里跑 我明白了 召唤叶子保护伞 什么 赛罗奥特曼 你究竟揍了什么 难道是闪耀形态逆转时空的力量 果然是这样嘛 赛罗闪耀形态的力量 可是无敌的 可恶啊 那么 召唤橄榄枪尸 把他们全都给我干掉 一个人也别上下 黑暗恐龙 你别想得逞 兄弟们 半目或者平66666 就可以召唤 泰罗奥特曼 使用火焰的力量吧 召唤 泰罗奥特曼 但就是 今天有一个算一个 召唤跳出架尸 全速突进 哼 我早就料到你会有这一招了 召唤 泰塔斯奥特曼 就是现在 召唤 红颜巨人家师 把他们全部砸扁 既然这样 只能召唤 我最后的帮手了 召唤 真中见物 拜托了 请使用 特曼加奥特曼的力量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日快乐 全都结束了黑暗恐龙 回到你该回去的地方吧